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各国区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还是有出现人传人的这个现象 2020年1月23号10点起,全市城市地铁 火车站离汉通道也暂时关闭 2020年1月21日下午,武汉封城的前两天 科技部召开了一个会议 成立以中南山院士为组长的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工工作机制科研公关专家组 主要在病毒溯源,传播途径,动物模型建立,感染与治病机理 快速免疫学检测方法,基因组编译与进化 重症病人优化治疗方案,应急保护抗体研发,快速疫苗研发 中医药防治等十个方面进行部署 这场会议制定了研发新冠疫苗的五大路线 灭活疫苗,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而欧美国家基本选择的是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有两大优点,流程简单,有效性高,但也有两大缺点,无成功先例,运输储存难 下午的那场会议最终决定五条路线,公式退进 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觉得五路毕竟太过一烧钱,而且失败率非常高 同时毕竟会浪费大量的资源和资金 正因为疫苗研发失败率高,所以才需要五路毕竟 不知道哪条路线会成功,但目标是确保成功 疫苗种类越多,好处越多,每种疫苗都有自己的有缺点 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可能需要接种不同的疫苗 而且病毒可能发生变异,一旦一种疫苗不适用 另一种疫苗可以作为后手,最关键的是第三点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如果中国不研发自己的新冠疫苗,起码会面临三种后果 一,买不到疫苗,2021年6月4日 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发布公告 全球75%的疫苗留下了10个富裕国家 有些穷国直到现在收到第一批疫苗 尽管疫苗的分配不均,可能会导致死亡人数分配 加拿大只有3700万人,带订购了4亿多剂疫苗 欧盟只有4.5亿人,带订购了23亿剂疫苗 世卫组织觉得不公平,就找疫苗生产过美国和英国商量 建议他们考虑下贫穷国家,得到的回复确实 目前考虑重新分配还为时过早 连一般国家购买英美疫苗都这么困难 一直被视为对手的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二,只能购买高价疫苗 等他们自己打完了,等他们的盟友打完了 等一般国家都打得差不多了 美英应该会考虑卖给我们,但价格绝对低不了 但是就算价格再高也得买 因为世界各国都接种了,我们不接种,不免疫 又没有办法完全开放,各个领域必然大受影响 三,麦根领还会有附加条件 当巴西向美国订购疫苗时,因为美元外汇不足 美国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 将巴西海外资产作为抵押 如果辉瑞延迟交货,巴西不能罚款 如果疫苗发生严重副作用,巴西也不能罚款 这可以称之为霸王条款 阿根廷也一样,他们向美国订购疫苗时 也因为美元外汇付款能力差,被附加了侮辱性条约 把冰川和捕鱼区隔正等国家自然资源抵押给美国 尽管咱们的美元外汇充足 基于我们见惯了西方国家的满横不脚里 我们能乳液买到疫苗吗?答案肯定是不能 鉴于以上三点,中国必须研发自己的疫苗 担任疫苗研发的科研公关应急项目组 肩负着两大任务 第一,组建研发团队 五条疫苗研发路线 每条至少要保证有两到三个科研团队进行公关 这个任务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超难 第二个任务,统集协调 每条路线都有多个科研单位参与 有高校,有科研院所,有高科技企业 有顶级国家学术机构,有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这么多单位要形成合力,统充协调,极其关键 有什么问题就得解决什么问题 需要什么服务就得提供什么服务 所以从1月23号开始连续7个月 这个小组没有休息过一天 小组组长张湛东每天挂在嘴边的总是那句话 太慢了,应该再快一点 2020年9月16日因为劳力过渡 在北京首都机场 53岁的张湛东早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向这门付出的也不只是科研公关印第项目组 还有各科研单位 3月16日,陈薇院士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3月23日,就是在拿到临床披荐前的19天 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 武汉生严所所长端侃 武汉学知副总理策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竹院士 站出来不顾生命危险接种疫苗 在四军子的带动之下 中国生物138名干部加入了实验团 其实不只是中国生物 其他研究团队都一样 几乎都是领头人和董事长打了第一针 而这一切,正是有中央的不惜代价 正是有部委的前瞻规划 正是有企业的民族大义 正是有科研单位的不舍周业 正是有很多人的舍生试药 中国采有了多款疫苗的诞生 灭活疫苗路线 走出了国药生物和科兴 腺密毒载体疫苗路线 走出了康辛诺 重组蛋白疫苗路线 走出了吃飞 核酸疫苗路线 也有两款mRNA疫苗 iPhone 进入了二期及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现在有71个疫苗正在研发 9个临床三期试验中 有两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 已经列入了紧急使用期单 当问到为什么我国的疫苗研发 看起来比较慢的时候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拥有全路线新冠疫苗的国家 这是浪费吗 答案肯定是不 全路线不是多余 而是协同和互补 目前新冠病毒已出现多种变异 拥有全路线疫苗的国家 将成为一种毒素的优势 截至目前 中国已经接种了近13亿剂疫苗 这些剂量占了全世界注射的40% 与此同时 中国还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超过4亿剂疫苗 在很多国家买不到疫苗的时候 中国人却有5款疫苗可以选择 不仅有5种疫苗可以选择 而且全都是免费的 中国与那些趁机撬竹杠 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零期疫苗 大量囤积新冠疫苗的某些西方国家 相比较的话 中国正在做一个大国应该做的事情 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在最后 向所有科研人员 医护人员 人民军队 说一声 谢谢大家 辛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